欢迎大家收看评论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独裁者习近平的执念 欲文世界 台湾最危险时期不是2027 而在2030年 灵活性是服务于中共权力垄断的 国事光息 不懂两手论就看不透习近平访美 杨建立 从战狼到熊猫败习会后的习近平 有可能实现其野心吗 请大家收看 欲文世界 台湾最危险时期不是2027 而在2030年 VOA邓欲文 败习会习近平再次对台湾问题表达了强硬立场 不过也否认中国在2027年有对台动武计划 此前 包括美国军界在内相当流行的看法认为 解放军会在2027年建军百年之际用武力收回台湾 美国对台军售以及相关的强化台湾防务的做法 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此判断 尽管习近平当着拜登的面否认了中国有武力攻台的打算 然而他并没有放弃统一台湾的决心和信心 从历史眼镜逻辑看 台湾最危险的时候不是2027年 而是2030年前后 习近平大概率会在这个时间段谋取收回台湾 外界对北京当局是否有一个明确的统一台湾的实诚表 看法不一 在反对者看来 即使习近平有着强烈的收回台湾的愿望 然而 当他认识到用武力攻打台湾会激起西方世界对中制裁 导致中国内部的反战升起 中共因此有垮台危险时 不会去做这个蠢事 何况 解放军太腐败 没有战力 对习来说 维护党的统治和他个人的地位 是其最高利益 任何有可能动摇和损害这个最高利益的事情 他都不会去做 官方现在表现出的统一台湾的架势 不过是一种宣传策略和政治需要 相当多的中国自由派人士持此看法 统一台湾是习民族复兴的重要部分 但是 从当局制定的两个百年的发展规划 及其民族复兴的实诚表看 隐含着一条收回台湾的时间线 中共要在2049年及建政100年 带领中国完全实现现现代化 立于世界舞台的中心 实现民族伟大复兴 想想 缺了台湾算实现了民族复兴吗 所以 民族复兴的目标内在的 包含中国已经收回台湾 换言之 从时间线来说 中国统一台湾的最晚日期 是在2049年 这是该目标的必然的逻辑结果 除非届时当局把完全实现现现代化的时间在拉长 或者在这一过程中 中国的国力明显衰退 预知用武力也拿不回台湾 否则没有任何理由怀疑北京当局不会这样做 总不能说 当局大张旗鼓 庆祝2049年实现了中国的完全现代化 却有一块他自认为属于中国的领土 有利于统治之外 这是不符合事情逻辑的 在这个意义上 可以把习近平提出的民族复兴简化为台湾回归 即评判 中国在2049年 是否完全实现了现代化的一个主要指标 看台湾回归了大陆与否 收回台湾 也是中共所谓的历史使命 影响着它长期连续执政的合法性 如果它还想在中国统治到2049年的话 虽无法预知中共是否有能力统治到2049年 但假如它想长期执政 就必然会把收回台湾 作为一个目标任务去完成 受大一统历史观念的影响 和官方长期的灌输 大多数中国民众还是支援统一台湾的 这是一种民族情感 在这个问题上争议不大 但如果中共在收回台湾这个事情上 继续无所作为 特别是在官方不断宣传 中国继续强大起来的背景下 一边对台湾和国际社会 不断表达强硬言论 一边又没有采取实际行动 让民众看到台湾有回归大陆的希望 时间一长 大众会意识到 当局不过是用猛合片来遮掩 中国统一不了台湾的事实 从而对当局失望 当这种情绪蔓延开来 就真正为中共继续统治 敲响了丧钟 事实上 现在就有部分民众对当局处理台湾问题的做法深表不满 认为还不够硬 这是北京当局必须考虑的 到2049年完全实现中国的现代化 是中共几代领导人的接力赛 习近平和前任的区别 是把这一目标任务分解成两个阶段 即在2035年初步实现中国现代化 很难说这个分法没有在他手上收回台湾的考量 习要建立在中国历史上的丰功伟业 盖国毛乃至超越中国历史上那些有位帝王 树立其他的历史地位 无论就民众对他的颂养 还是被写入历史教科书而言 没有哪件具体的单一事件像统一台湾那样 对习有着极大的诱惑力 在考虑他这些年树敌众多 虽然现在全是在手 人们对他奈何不得 可他退下来后也面临着一个 如何保证他和他的家人的政治安全问题 而收回台湾 戴上中国统一之父的帽子 别人在他下台后 就不敢对他和他的家人造词 故而 习不会把统一台湾的不是职工 让给他的继任者 尽管他常对官员强调 做事要有工程不必在我的心态 但在这个问题上 他个人的私心是起了很大支配作用的 为何是2030年 可以习的年龄 即便能活到2049年 也早就退下来了 但在2035年 他完全有可能以85岁的年龄继续在位 做第五任 不过 他不太可能做第六任 因为年龄太大 身体状况和智力都会出问题 这就意味着 他不会在2035年 才来解决台湾问题 而大带率会提前 2030年左右会是个合适时机 为什么是2030年 首先是经济因素在起作用 中国经济要走出目前的困境 恢复市场信心 至少需要几年时间 而从现在到2030年 有七年时间 让北京当局扎扎实实去搞好经济 完成中国经济的双循环布局 包括能源和粮食的输运通道的安全 解决芯片等科技的卡脖子和产业的升级换代问题 将经济进一步做大做强 要做好这些 对习来说 七年大体差不多 习此次访问美国 举行拜习会 稳定和美国关系 最重要原因 亦是要创造一个 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 另外 如果一定要武力攻台 七年时间 也可以让解放军的武器装备 和各项准备工作 做得更充分 其实福建号航母已经列装 也许第四艘航母也已建造和训练好 各种先进武器 包括核弹的数量都会大幅增加 提高对美国武力 介入台海作战的威慑能力 因此 2027年前 习近平不会急着用武力去统一台湾 急也没用 除非出现台湾宣布法理独立等意外事件 否则 他会按照自己的节奏和部署 去推进统一工作 台湾是独裁者习近平的执念 对习近平来说 2030年前后着手统一事务 首选方式还是合同 如果能够用和平手段和方式去统一台湾 这在兵法上较不战而去任之兵 对两岸和中国自己都代价最少 台湾至少不会遭到炮火焚毁 中国也不会受到西方制裁 在习看来无疑是上上策 也许它不在乎受制裁的代价 然而制裁确实会让中国的经济陷入危机 由此产生大众的不满和国内的反战运动 并非不可能 因此能够避免就尽量避免 但这不意味着习就不会使用武力威吓台湾 因为要达到不战而让台湾屈服的效果 就必须向台湾展示中国强大的军力 故而 合同一定是在一种武力威吓下的合同 也可称为以武逼统 就像国内一些学者主张的北平模式 让解放军发起某种对台湾的实际战争威吓 以迫使台湾坐在谈判桌 这大概会是习近平采取的合同模式 习既然优先采用合同方式 不会一蹴而就 会有一个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 北京当局当然会用诱而引诱台湾 展现其所说的保有最大耐心 但从台湾民一看 无论哪个党派上台 都不会和中国大陆主动谈统一问题 习也知道这个情况 所以在2030年左右 他会抛出统一议题 并采取行动 敦促台湾政府和民一代表 导入他设定的统一进程 假如这个进程不很顺利 台湾拒绝接招 或者提出一些习无法接受的条件 接下来他会做出部署 给台湾制造一种大军压境的情形 以扰乱台湾民心 需要指出 习一旦真正开启统一进程 不会让台湾无限期拖延下去 届时必然会原因 反分裂法第八条的有关规定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完全丧失 国家得采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 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或者当局在这之前制定的法律 迫使台湾接受他提出的和谈条件 若台湾拒不接受 习就可以向世界宣告 中国已尽最大努力去促进两岸和平统一 但台湾不配合 使用武力实乃迫不得已 从而为武统台湾树立正当性 除了上面分析的要做好经济 科技和军事方面的各项准备 当然他们不纯粹是为解决台湾问题 习选择2030年左右统一台湾 也是因为不论采取和统一或武统 在收回台湾后需要短则2-3年 长的4-5年的初步治理 将台湾内部的各种反抗力量镇压下去 国际社会也不得不接受这个新现实 到2035年他就能够宣称 在其领导下 中国成功统一了台湾 现代化已经初步实现 他也因再造中国统一之功而写入历史 到2037年就能高枕无忧地 把权力交给他指定 国事光稀 不懂两手论 就看不透习近平访美 VOA无果光 习近平这次访美 是不是意味着中国对美政策的大调整 是不是意味着美中关系的新转折 会不会带来习近平所说的下一个黄金30年 甚至于 像中文圈里正在流传的 据说是习近平弟弟习任平的 一篇短短谈话所示 是不是预示着习近平将从大左转向大右 接下来会开启中国所谓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一直把中国带入新闻舆论放开 视线普选 司法半独立的民主化转型 岂不接断呢 这篇短文难以详尽回答上述问题 但是 我愿意在这里就此提出一个总的思路 那就是 这要到中共的两手论中去寻找答案 又打又谈是中共一贯两手策略 所谓两手论起源于毛泽东的中共在战争年代的做法 按照毛本人的说法 那就是在战争中与敌人又打又谈 打就是打仗 也就是对立与斗争 谈就是谈判 或者叫妥协和欺骗 毛把这称为以革命的两手 对付反革命的两手 在战争中实施革命的两手的原则 就是以战场上的胜利争取谈判桌上的优势 并以谈判桌上的技巧争取战场上的时间和机遇 对毛来说 斗争是根本的 但斗争中要有灵活性才能取胜 因此 毛强调 我们的原则性必须是坚定的 我们也要有为了实现原则性的一切许可的和必须的灵活性 1949年 中共掌握全国政权之后 直接把两手论应用到了对美关系上 毛泽东多次讲 对美帝国主义在战略上和整体上要轻视它 而在战术上和局部上则要重视它 轻视它 也就是今天习近平所重负的毛的话 要敢于斗争 重视它 那也就是毛在1958年9月讲过的意思 在完全打倒美帝这只老虎之前 老虎还可能要活一个时期 还能咬人 因此 打老虎要讲究权法 毛泽东一而再再而三的重负国上述说法 他提出对付美国人是要有一点办法的 最好的办法就是坚持两条腿走路 一条是坚决反抗 另一条就是开会谈判 在毛看来 美帝也是两条腿在走路 一条是压迫 一条是欺骗 毛泽东说 要打败美国人 就要跟美国人学 人们都说习近平在政治上是毛泽东的儿子 不过 很多人却不知道 毛泽东是很善于搞两面手法的 因此 也就容易忽略 习近平会从毛泽东那里学来所谓两手论 如果不懂两手论 从习近平访美之中 就往往只看到所谓转折 这几年 习近平不是大讲斗争吗 现在他非到美国来 与美国总统握手言欢不说 还讲了一大通合作之类的美妙言词 这起步就是从斗争转折到合作了 但是 习近平的斗争论本就是来自毛泽东的 有什么理由就可以认为他 不会学习毛所谓对付美国人 是要有一点办法的那一套东西呢 毛的谈判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也叫欺骗 是服务于他的斗争的 不过是斗争的另一种方式而已 难道习近平的对美谈判 就不是欺骗 就不再斗争 就意味着 他放弃了原来的对美政策吗 灵活性是服务于中共权力垄断的 如果说 在中共寻求谈判与妥协的时候 能够认识到 这不过是中共斗争策略的调整 不被其欺骗 还仅仅是一个骑马的认识 那么 要分析中共在什么问题上 在什么时候会坚持对立与斗争 在什么形式下 在什么事情上却需要谈判与欺骗 这就是一个政治智慧的问题了 这即考验中共领袖的政治智慧 也挑战中国问题观察家们的政治智慧 其实 毛泽东对此也给出了解答 原则性必须是坚定的 为了实现原则性而采取的灵活性 则是无所不可的 作为中国问题观察家的政治智慧 应该就来源于理解中共的原则性何在 来源于懂得中共为了这种根本原则 是无所不用其极的 美中关系在出现近年的低潮之前 最大特点是双方在经济上高度互赖 那么 在这种深度经济关联中捍卫中国的经济利益 是不是中共对美政策的原则性所在呢 我看不是 恰恰相反 这是中共具有高度灵活性的区域 根据这个判断 我在去年这个时候曾经说过 中共是不愿意和美国在经济上脱钩的 这个话当初也许默认相信 还好 中国新总理李强对此有呼应 今年三月 李强在就任总理的记者招待会上 批评脱钩论说 中美两国脱钩的论调 有时候还比较热 但不知道底有多少人在这种炒作中真正受益 中美经济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彼此都从对方的发展当中受益 中美可以合作 中美应该合作 中美合作大有可畏 唯独打压 对谁都没有好处 此后 他又在多种场合重负了这样的说法 今天听来 李强这段话 是不是和习近平这次访美时说的很多话 一脉相承呢 如果有人幼稚地认为 这是习近平终于接受了李强的看法 那也悉听尊便 我要说的是 中共要借助美国发展自己的物质力量 这个是中共可以千方百计去做的 只要不威胁中共的权力垄断地位 而维持这种地位 就是中共的原则性所在 当中共拥抱全球化来发展经济时 就认为中共放弃了那一原则性 那在我看来是最大的政治愚蠢 懂得了中共这个最大的原则性 像那些什么借用习近平民头的传言 就更是不必在意了 这也是这些年的新发展 明明垄断着舆论工具的中共 知道自己的官方说法缺少信用 于是转而借用一些不上台面的手法 搞舆论上的小动作 似乎哪准的国人就愿意相信小动作似的 所谓的习近平谈话 如果真是习近平的意思 中共不妨拿出前一段 九评中美关系的尽头来 就此写上九篇评论员文章 连续刊登在人民日报头版 不就把习家兄弟到底是毛泽东的儿子 还是习仲勋的儿子 这个疑问说清楚了吗 杨建立 从战狼到熊猫败习会后的习近平 有可能实现其野心吗 VOA杨建立 举时瞩目的败习会大戏已经演完 但帷幕尚未落下 人们并没有因为此次峰会 而对世界上这两个价值观冲突 和地缘政治竞争的最大经济体的未来关系 有更明确的判断 特别是 围绕着拜习会 中国官媒一改以往的敌对调子 而高调推动中美友好 习近平无论是在与拜登的会晤中 还是在与美国商界的晚餐会上 都展现了友好姿态 甚至柔软的身段 甚至拜登在记者会上再次指称 与他刚刚见面的习近平是独裁者 中方至今对此没有吭声 人们颇感疑惑 战狼如何在一夜之间练成熊猫的 战狼习近平的三个野心受挫 战狼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的外交特征 习近平的三个野心显著超越他的前任门 其一 他坚定认为中国应该也能够走出一条 不同于世界主流文明的发展道路 其二 习近平切实地把收复台湾 作为他势在必得的历史功绩 其三 习近平拥有与美国争霸的全球野心 习近平决心在自己的手中实现这三个目标 一年前与拜登在印尼巴厘岛的APEC峰会上 见面时的习近平 刚刚在中共二十大上达到权力巅峰 似乎感觉实现这三个目标 指日可待 满满的东升西降的义气 但是 在过去的一年里 习近平的志气受到挫伤 从巴厘岛回国不久 他就遭遇了全国针对他的白纸抗议运动 大大削减了他的政治威严 人们预期的疫情解禁后的经济强劲反弹 并未发生 房地产市场面临全面崩盘 青年失业率高起 国内外企业家的信心持续下滑 新一届政府推出许多就是举措 试图重振国内外商界的信心 和驱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架马车投资 外贸和消费 但这三架马车仍是步履蹒跚 预振乏力 也许习近平不愿意承认 他的超越前任的三大野心 是以他上任前几十年的高速经济发展 累积的家底为基础的 他的政治调子唱得再高 如果没有持续强劲的经济增长 无论在实现他的全球野心 收复台湾 还是宣称中国制度的优越性上 他都是缺少底气的 在2022年4月的中央财经会议上 习近平指令当年的中国经济增速超过美国 以彰显中国的制度优越性 而就在2022年 中国经济总量占美国经济总量的比重 持续增长的趋势发生逆转 从2021年的75.3%降到70.3% 再加上中国人口下降和老龄化加剧 许多经济学家改变了 对中国经济总量近期将超过美国的乐观评估 认为在习近平任内 中国不可能超过美国 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 这对习近平是一个心理重创 因为没有任何指标 比他更能显著地表明 他实现全球野心的成功了 本来是唾手可得 一下子变成了妄美之客 然而习近平面临的经济挑战 还不仅仅是一时的经济总量问题 更重要的是经济结构问题 中国经济一直依靠房地产业支撑 不仅长期高杠档开发 埋下了许多金融暴雷 随时可能引发全面金融危机 而且大量的资金淤积于砖头水泥 几十年来 政府引证止可施的基建投资 造成严重重复建设 在房地产上的投入产出越来越低 即使房市不崩盘 它也失去了拉动经济持续增长的功能 为了释放经济长期增长的潜能 必须从砖头经济转型到数字经济或著说芯片经济 如果在高科技领域不能与美国势均力敌 甚至超过美国 习近平实现三个野心会力不从心 美国也看到了这一点 近年来不断加强对花高科技产品的出口限制 脖子越卡越紧 熊猫习近平带着笑容来美国 野心勃勃的习近平必须有所突破 让实力追上野心 今年11月初 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制定的最重要方针 就是加强房企金融监管和优化资金供给结构 把更多金融资源用于促进科技创新 先进卫造 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 但是 这一方针的实施仍然受到危机四伏的房地产业的撤肘 若从房市的釜底抽薪 抽得太快 抽得太多 将不可避免引爆金融危机 以及长期实施土地财政的地方政府的债务危机 房价暴跌 让中产阶级财产缩水会加速他们终止 与中共政权用自由换面包的交易 给习近平造成政治挑战 所以 习近平必须纪要 又要寻求平衡 所以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 同时也强调稳定房市 为了维持这纪要 又要转型期的平稳过渡 最重要的就是资金 然而 几年来 外资撤出中国的幅度逐步增大 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最新数字显示 今年第三季度的外国直接投资 出现了赤字 这是1998年 有记录以来的首次 于是 习近平面带着笑容来美国了 在与拜登的峰会上 习近平向拜登妥协很多 自己似乎几近没有斩获 但是功夫在场外 当晚 在与美国商界领袖的晚餐会上 习近平展现魅力公式 强调 中国致力于成为美国的合作伙伴和朋友 中国是巨大的市场 机会和好朋友 事实上 习近平所面临的经济困境 是就由自取 他的三个野心 以及他对失去权力的恐惧 和对安全意识的着魔 使他的内政 外交政策 早已造成国内外商界的不满 不信任和恐慌 以及国内中产阶级的相悖 和国际社会的警觉和反制 换句话说 习近平的政治和习近平的经济 是左右互搏 相互撤肘的 习近平的政治会改弦更张吗 习近平从战狼变熊猫 能恢复国际商界 对中国市场的信心吗 美国会给予习近平一个战略喘息 让他的实力追赶上他的野心吗 习近平美国之行让人们想起了久违的韬光养晦 但是时空已经不一样了 各位观众 我是您的六博士 今天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习近平对台湾问题的执念 从2030年左右开始 习近平将会有可能实现他对台湾的执念 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来看 这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问题 习近平的政治野心和经济挑战之间存在着矛盾和交互影响 在2030年前后 习近平可能会将台湾统一作为他政治生涯的重要终结之功 这个时期将是中国面临的最危险时期之一 让我们一起来讨论您对此有什么样的想法 谢谢您的收看 下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